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品尝美食得到的与也总是一致的 不过在涵盖各国美食精华的台湾 想要一场正港台湾小吃的滋味 一定要照访这家已经开店十年的台湾美味小吃 就连知名文学家蒋勋也曾经专栏推荐 现在很高兴邀请刘老板来谈谈 蒋勋老师也可以说是我这一辈子的贵人 今天这个店没有蒋勋老师的话 也没有很多掏客知道我这家店的存在 一般我们以前在做都是祖国 祖国就是比较多的人 不过自从蒋勋老师帮我们推荐这家店之后 我们的一些客人才知道说我们这家店的特色 即使忙得不可开交 人称林妈妈的老板林刘云青 脸上永远挂着好爽的笑容 这家店卖的是台湾道地的传统奇阿明 卤肉饭以及各种小菜 更是卖台湾媳妇刻苦耐劳的精神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都是外来的餐厅比较多 我们台湾本土的船口好像都要没有人再接手 所以我就想说用台湾媳妇的精神 古代的新鲜人都轻轻 还有刻苦耐劳 还有认真用这家理念来经营这家店 来这里用餐的有九成以上都是熟客 一进门所有食材全都一览无遗 可以随自己喜好挑选 从主食的面 饭到配菜的种类多达数十种 老板娘信心十足的挂保证 每一道菜都是招牌 我们的菜色都已经有过那个挑选 挑选都是一段一段一段 就是说有些客人一进来的时候 看到人家吃什么他就会跟着吃什么 以一般我们里面的菜色每样都是招牌 每样每样的点率都很高 但是以现在这个秋天冬天的点率 当然是以补气为优先点 比如说像我们的麻油鸡 麻油鸡面线 还有什么乌鸡饭 猪油饭 卤肉饭 烫青菜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配件 东西是在于干不干净 胃不胃生 好不好吃 这个为重点 还到台湾小吃 卤肉饭肯定榜上有名 肥嫩的五花肉 卤到透亮 善发浓郁的鲁食香香 淋到保冷的米饭上 美味绝对是韬客心中的第一名 另外还有五六年级生 面面不忘的猪油拌拌 以及料多丰富的不拉鱼饭 也都让人赞不绝口 另外这碗加了蚝仔 猪肝 白北鱼的泡饭 更是汤鲜味美十足 别的地方可是吃不到 而喜欢面食的客人 一定会爱上这一味 传统茄阿米 油面春烫加入咸汤 油葱调味 再加上爽口的鲤鸡肉片 和整颗卤蛋 淋上大骨高汤 看似平凡的奇阿米 林妈妈的精湛手艺 也展现在小菜上 像是香Q的高粱酒香肠 滑嫩肥嫩的大肠头 Q嫩中带有最甜口感的 无类卵丝 还有上等放山鸡 做成的白斩鸡 以及融合甘甜鲜味的 四母鱼加酸笋 却有一番滋味 每道小菜都让老主顾百吃不厌 老主顾了 这东西原味 原味很新鲜 其他都是大厨 自己亲手调给我 麻油鸡 还有那个丝木鱼 不错 因为台北要消费好高 然后刚才来这边吃到又有 加酿味 不知道的东西又怎么样 互操所持 互美加力 吃起来真的很赞 很好吃 下次会带朋友继续来吃 而店内的摆设 多以木桌椅 橘篮 木柜等 营造出台湾冥充家庭温馨 淳朴的氛围 让顾客犹如回家吃饭一样轻松自在 如同妈妈的料理 用欢心和健康来调味 煮出台湾小吃的精华 成为百年难忘的好滋味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